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二章 我们看二维运动跟三维运动 我们画图是画成二度空间 因为三度空间的图画起来的话会演化缭乱 我们就用这个二维来看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一个物体在这个空间运动 Z就是朝这边了,我说过了 如果它的运动轨迹,我们现在就看XY平面就好 如果它的运动轨迹是这样子的 那它在T秒这个时刻,它的位置在这里 它的位置我们是用R来表示 上一次我们讲三维运动学的时候,它有R表示,这是圆点 但是这个R呢,它有三个投影,对不对 这里是X,这里是Y,当然还有一个Z投影 那我们就说,这个R是代表这一点的位置 那么这一点在三个轴都会有投影 它的投影位置呢 投影位置的向量和就是这个R 这次我们讲过,R它是代表这次我们讲过 它是代表这次我们讲过R它是代表 I, X, 加上 J, Y,再加上 K, Z 这是它三维位置的投影 XYZ 这三个投影的向量 向量和就是Y这个位置向量 那么这个是位置 如果这个物体在移动 它在这里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T1秒 T2秒呢 它就跑到这里来 T2秒的位置 我们画出来 这个是R这个站着R1 这个是R2的话 那么这就是X1 Y1 然后我们也有 X2 Y2 这是Y2 当然还有Z1Z2 我没有画出来了 现在呢 它的位移是什么 我们说过 位移就是 从这一点到那一点 画出的一条直线 这个箭头 这个就叫做位移 这个位移是什么呢 它就是DeltaR DeltaR 那我们不是讲过吗 DeltaR它就是等于 R2-R1 这是那条 就是二维运动里头的 二维运动里头的 这个位移 位移 那么我们把这个R1 跟R2带进去 它就可以等于 R2带进去 然后这是X2 减掉X1 再加上J Y2-Y1 再加上K Z2-Z1 你可以回去再补一下 再写一行 R1 是这个R2 比如说这个X1 Y1 Z1 R2的话 X2 Y2 Z2 就变成这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 它的投影 在X轴上面的位置 的改变 位置的改变 就称为位移了 这个位移 这个位移 X2解X1 就是什么 DeltaX 那这个呢 就是DeltaY 那Z轴也有一个DeltaZ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 I 加上I DeltaX 加上J DeltaY K DeltaV 这里告诉我们 三组 三维运动里面的位移 可以看成是 在三个互相垂直轴上面 这个指点的投影 这个指点的投影 投影的位移 它的向量和 这个概念很重要 以后我们会看到 速度也可以这么分 然后呢 它的加速度也可以这么分 三维里头的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分成 它在这个向量 在三个轴的投影 向量的 投影的向量 向量和 那比如说这个就是它的投影 它在X轴上的投影 这个就是Y轴上的投影 这个是三维上的一个位移 现在我们就看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我们就看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它的定义呢 平均速度 我们是用V Average 或者你选成V 一道杠也可以 它的 定义就是 位置的 位置改变的时 单位时间位置的改变 或者是位移 单位时间位移 单位时间的位移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 加上 等于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X轴上面 单位时间的位置改变 就是X轴上面的平均速度 等于X轴上面的平均速度 所以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I VX Average 再加上J VY Average 再加上K VZ Average 所以平均速度来说呢 平均速度的方向跟这个一样 它就是ΔR的方向 所以它是这个方向的速度 跟这个方向的速度 还有Z方向的投影的速度 三个速度的向量和 这是平均速度 它的单位都一样 我们用meter 或者是用feet 这个是meter per second 或者是feet per second 有了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是在这个方向 我等等 画另外一个度 好 现在我们再看 瞬时速度 瞬时速度 Instantaneous velocity 我们根据 我们根据 瞬时速度的定义呢 它可以是这个 V 它就是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R Delta T 它是这个 那瞬时速度 我们现在 重新画一个图好了 好 这个是 T1 位置在这里 T2 位置在这里 本来是Delta R 对不对 Delta R 这跟上个组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 瞬时速度 就是 平均速度 是这个方向 Average Average 那么 它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分量 三个分量 我就不画了 真的画得太多了 它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Delta T Approaches Zero 这个时间 这个时刻 跟这个时刻 无限接近的时候 那么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也无限的接近 结果这条线就怎么样 Time越来越接近 它就变成越来越倾斜 对不对 越来越倾斜 好 于是 这个切线方向 就是 说你时速度 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那么 这个 二维运动里面 二维运动里面 它这个方向 就是它的斜率 那现在这个斜率 就是 切线的斜率 切线的斜率 因为它是 Dr over dt 是切线的斜率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 Dr over dt Dr over dt 好 我们把R带进来 R带进来 好 它就等于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内点 速度在这里 它的投影 这个是R 这个投影就是X 这个投影就是Y 它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这就是VX 这就是VY 它就等于 它的在三个互相垂直轴上面的投影 的速度 的向量和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就化成 I VX 再加上J VY 再加上K VZ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在三维运动里面 一个直点的速度 可以看成这个直点三个投影的速度 这向量和 那么整个这个速度 它的方向是在 轨迹 这是它的轨迹 轨迹的切线方向 这要记住 这个以后会用到它 速度的方向 你自己写起来 速度的方向 是在它轨迹的切线方向 整个轨迹嘛 你在哪个位置 就那个位置画一条切线 那记住啊 这个可以用 顺势速度始终是 轨迹上面 某一点的切线方向 好 然后呢 我们知道速度以后啊 我们就要来求加速度 求加速度 我们先看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Average 你也可以写成 上面加一道Garn 它就是delta v 速度的改变 单位时间速度的改变 那么我们这里画一个 这是它的运动轨迹 我们假定 T1的时候 它在这一点 我这个R我就不换了 它有一个速度是这个 V1 好 T2的时候呢 它跑到这一点 它的切线方向 就是V2 V1跟V2啊 不但大小改变 方向也在改变 那现在呢 它是等于 delta v over delta t V2 那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平移到这个地方来 平移到这个地方来 OK 这个是V2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delta v 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平均速度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当然不好表示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它这个意思就是 加速度 方向是那里 大小的是这个速度的 对时间 它这个大小就是单位时间 有单位时间的delta v 它被你的整个时间来存 好 现在我们从这里啊 平均速度我们就 它还是有像这样的一个关系 它是I delta v over delta v x over delta t等等 我们直接就看它的 顺时速度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这一步 因为跟上面一步 几乎是同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就不去写它了 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好 它就等于 limit delta t approach is zero delta v over delta t 它是等于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v跟t的 v的这个函数曲线 跟时间的这个关系 v以t为变数 它的一个函数 它的斜率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dv over dt dv over dt 然后v呢 它又等于这个 因此 因此 它就等于 i dv x over dt 再加上j dv y over dt 再加上k dv z over dt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投影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投影 在这里 这个投影 如果它是 它不能用这个 我们另外画一个 它不能用delta 它现在就是v了 v是顺时的 好 我们再画一个图 好 我们再画一个图 好 他在某一个时刻 它的加速度是这个 加速度是这个 加速度是这个 然后它在这里有投影呢 这个投影 这个投影 这个就是ax 那在这个方向也有投影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是这样子 还有az az我没有把它 表示出来 那这个就变成 i af 加上j ay y 再加上k az 所以啊 三维运动里面 一个指点 在任意时刻的加速度 也可以是 它在那个位置 投影的加速度 这三个 互相垂直轴上的 投影的加速度 这像量 以上我们 根据以上的分析啊 我们 就知道 三维运动里面 不管是位置 还是速度 还是加速度 还是速度 都可以把它 分成三个分量 三个互相垂直轴上的分量 这三个垂直轴上的分量 比如位置的分量 它的下量和就是位置 速度的分量 三个分量 向量和就是速度 三个轴上面的 加速度分量 和向量和 就是它的加速度 我们有了这个基础啊 以后我们就一种 在三维运动里面的运动啊 我们就比较好处理 我们拿一个典型的 一种运动来看 就是projectile motion 抛射体的运动 我们 各位都知道 抛射体的运动 是一个什么轨迹啊 抛物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来 来看 来做一个 说明 比如说 我们这里 有一门炮 它在这里发射一门炮弹 速度是V0 它有一个 发射角是θ0 那现在问你 它在 某一秒钟 它的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经过两秒好了 两秒钟它的位置在哪里 你怎么求 直线的话呢 如果等加速我们很容易就做出来 如果变加速我也可以积分积出来 那现在它是一个 一个平面上面 这个 我们以后可以证明说 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 一个指点的轨迹就是 超物线 这个时候你要求它的位置怎么求啊 它的 它到它最高点的高度在哪里啊 到它最高点要经过多少时间呢 到它的水平射程是多远啊 你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你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好 我们就把这 这种问题啊 抛设体分做 把它分做 两个投影 一个是 我们当做X轴 一个是Y轴 它在XY轴上面 它投影的运动 它投影的运动 那么投影呢 就是水平运动 跟垂直运动 这两种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可以分成 两个运动 两个互相垂直轴上的运动 它的向量核啊 就是 位置向量核就是位置 好 位置分量的向量核就是位置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以抛设体为例 抛设体为例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抛设体分成 X轴上面的运动 跟Y轴上面的运动 好 那么这个抛设体呢 因为它是运动学 我们刚刚说 运动学要注意什么东西啊 三个条件 对不对 起初条件 加速度 跟 末后条件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分做 两个轴上的运动 都有起初条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起初条件 起初条件 T等于0的时候 XO 从这里开始啊 X0等于0 Y0也等于0 然后呢 速度也是 然后呢 速度也是 然后 VX0 V0X V0X 是等于V0 sin θ0 VY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 写在一起 V0X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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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 θ0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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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 θ0 那 我把它分成X组 Y组 然后呢 第二个就看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也分成X轴Y轴运动 水平运动没有重力加速度 假如风空气的阻力不算的话 那么AX是零 AX是零 那AY呢 垂直运动 我们又一个假定 假定这个炮弹所到的高度不是太高 几百公尺都算不高 除非你能够到什么同温层呢 多少公里以上 起码十公里以上 这个时候的重力加速度会变 它就不是九点八个meter per second 否则的话呢 我们都算它是一个长速 因为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就是负g g就是九点八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加速度也分成X轴Y轴的分量 然后比如说 我们要求 t秒钟 t秒钟的位置跟速度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X跟Y轴两个方向来做 比如说X的位置 X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么写 这是0嘛 X就等于X0 加上V0X t 再加上1 2分之1 ax t 平方 那你就把這個帶進去啊 x 我寫錯了 這是0 這個 就是0 然後這個呢 v0x v0sinθ0t 這個是0啊 這個是0 那加上0 它就是v0sinθ0t 這就是x方向的位置 你只要告訴我它第幾秒 第一秒還是第二秒還是第三秒 因為這個都已知啊 我就可以算出來它的位置在哪裡 比如說這個時候的位置啊 在這裡 我們先畫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曲線你看不見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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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錯了 cos 你看不見這個 這個 這個 對不對 這個你看不見嗎 我們說它的x位置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把y求出來 打開 打開也是一樣 y0 y0 加上v0yt 再加上 2分之1 負基 t平方 這也是0 然後這個就是v0 sinθ0t 好 這個是加上 2分之1 負基 t平方 那麼t 只要告訴我 它的t是多少 那其他的都知道 對不對 好 那就由那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求出 它的y的位置在哪裡 比如說這個時候 y在這裡 y在這裡 好 它就在這裡 你就可以確定那個位置 那求速度怎麼辦呢 我們也是x方向求一次 y方向求一次 好 我們說這個 v t t秒 好 我們看這個 x分量 它是v0x 加上 axt 因為你加速度等於0 也是等加速度運動公式 你可以這個就不寫 就寫這個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v0 cosθ0 因為這個是0 所以 x方向的速度是一個等速 等速前進 我們假設空氣阻力不算 好 然後再算vyt v0y 再加上ayt 好 這個等於多少呢 它是v0 sinθ0 加上負 t 你只要告訴我t是多少 vy 就求出來了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的速度 我們先這麼畫一下 其實我們不是先知道這個 我們是先知道這個 其實我們不是先知道這個 我們是先知道這個 然後呢 再知道這個 這個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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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v 我們可以把這個寫成這樣子 好 你現在知道v的x component 你知道v的y component 你可以求這個v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的v等於什麼呢 這個時候的v就等於 這兩個平方核再開平方 好 那它的角度呢 它的方向呢 我們講聽這是它的方向theta 那你可以求 那你可以求 說它的theta 是等於 actangent vy over vx 你把這個求出來 就等於你知道這個 這一點 它的位置 跟它的速度 對不對 你把它分成兩個 軸上面的分量 那 的運動 來處理就很 很簡單 好現在我們再求一個 我們要問 這個炮彈到達最高點的位置 有多高 要多少時間 好炮彈到達最高點的時間 跟它的高度 好炮彈到達最高點的時間 跟它的高度 好我們 好我們 要从Y方向的速度来求 因为X方向 它是个等数 Y方向 我们刚刚说过 它越高的话 速度越小 到它最高点的速度正好是 0 所以我们就从Y方向的速度 来算 我们有这个 VY VY平方 V0Y平方 加上2AY Y 減到Y0 从这里算 那我们说 当VY等于0的时候 Y就等于最大的高度 那就很简单 那是0 要等于 V0Y是等于 V0 Phi Ceta0 的平方 加上2 这个是G V1 FuG Y Y maximum -0 你就可以把 Y Maximum 求出來啊 Y Maximum 要等於 V0 平方 sin 平方θ0 over 2g 這個式子要不要背啊 我相信你們都會背 但我到現在還背不起來 不要去背吧 你腦筋有多少的 memory 你買一部電腦裡頭的記憶體總是有限的 再大總是有限 那我們現在哪裡去記這種公式 這個公式只用在拋射體啊 有什麼用呢 我們要記像什麼 像雲旋定理正旋定理 這個要記這個用的地方太多了 像這個我們只要把 拋射體的道理記起來 它是運動學 它可以分成 X 分量跟 Y 分量 兩個分量來運算 然後合成就是 懂得這個就好了 最高點的高度 最高點的高度 然後它的時間呢 時間 我們就有 我們有 我們有這個 V 0 VY 等於 VY 等於 AY T 然後我們說 VY 等於 0 的時候 T T是等於 我們寫個 H 我們寫個 H 到達最頂點 或者我們寫個 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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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T 等於什麼 那 T 等於什麼 就求出來了 V0 Sine Theta 0 over G 這就是 最高點的 到達最高點的時間 這個呢 也不需要計壓 然後我們再看 它 到 它的水平射程 Bridge 這個叫水平射程 好 C 球 水平射程 慢慢 因为在x方向它是等数前进 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停止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由y方向的运动来确定它的时间 y到最高点 又等到它落地的时候 这就是y等于零 所以我们还是由它的 由这个来算 vy等于V0y加上ayt 我们说vy等于零的时候 t要等于trange 不过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两个数字接触 我不是要用y写错了 y等于 y0 V0yt加二分级 ay的t平方 好 0 要等于V0 sine theta 0 再减掉V0y 应该是这个 V0sine theta 0t 减掉二分级 我们可以把这个 提出一个提出一个来 V0sine theta 0 减掉二分之一 V0sine theta 0 那t有两个解 一个就是t等于0 一个就是t要等于 两倍的V0 fine theta 0 over g 好 这两个有什么物理意义 我们要分辨一下 t等于0 y等于0是指什么 它还没有发射的时候 炮弹当然是 我们算那个时候就是 水平面的原点 在水平面 那么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 range 的时间 所以你看 它飞行整个过程的时间 是到达最大高度时间的两倍 那就等于它上飞的时间 跟飞下来的时间一样 对不对 就跟我们刚才讲 炮射体 上行跟下行的时间一样 好 你时间有了 那我们再带到 它的x方向的运动 等加速 vx 他等于v0x 加上 加上 x x v0x t 再加上 2分之1 ax t平方 t平方 这个是0啦 这个是0啦 因为ax是0 我们就不要算了 好 那我们说x等于r t是等于t range 所以我们就得 2要等于x0 x0是0 再加上 v0 cos θ0 乘上t t就是 2倍的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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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